现在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 养儿并不防老 于是有年轻人索性躺平 选择眼下的潇洒 年纪稍长一些的呢 把视线转向国外 试着换个老的方法 四季相依的自然环境 健康多元的饮食习惯 较低的基尼系数 以及成熟的医疗介护体系 入住无忧的介护机构 让日本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 最适合养老的地方 在日本 长勤的医生和24小时在港的护理人员 是老人介护机构必备的软件基础 医疗护理 日常护理 运动康健 营养配餐 是介护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下限 必须被老人提供每个星期 两次 每次20到30分钟的 复健服务 以及达到 接纳100名老人 及以上规模 所必须匹备的 至少有一名 有资质的营养师 也是介护机构 必备的软件服务 不过呀 近来日本介护机构的日子 并不好过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2022年1月到11月间 有135家介护机构破产倒闭了 这个就对日本的决策者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用好养老基金 让日本的养老制度 要具备抵御通胀风险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